三天不见 我还以为你死外面了 手机不开 发微信不回 人也不见综艺 你这几天干什么去了 你要是不想带在赵家 趁早给我滚蛋 对不起我 我手机关机是因为 手机欠费了 我没欠交话费 我人不在家 是因为我得在医院照顾瑶瑶 她马上得动手术了 那个医生说 手术费还得二十万 我那帮亲戚朋友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 就你那帮亲戚 你指望他们谁能帮上你 能不能再借我点 凌桀 你真拿我当提款机了是吧 前几天借给你十万块钱 现在又回头跟我要二十万 你真拿自己当回事了是吧 你别生气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商量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商量 我告诉你灵姐 你现在容赔我们赵家 就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情 以后少在我面前提你们家那些破事 老婆 你就帮我一次了 最后一次 医生说 瑶瑶要是动不了手术 她就会死的 她死不死 跟我有什么关系 老婆 老婆 你再帮我 最后一次 就最后一次 我求求你 你看看我们父亲的份啊 你再帮我一次 行不行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发誓 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借钱 我以后一定做好我分内的事 好不好 你等一下吧 谁让你给这个废物钱呢 妈 以后你再敢给她钱 就别叫我妈 妈 妈 这钱你不能拿 这是瑶瑶救命钱 你 反了你呢 你怎么跟我说话 你个上门女婿 还敢跟赵母娘动手动脚的 妈 我求求你了 你把这钱给我吧 这是瑶瑶的救命钱 你想得倒霉的 拿我们家的钱 就你们家那个见证 我告诉你 我不会给你钱的 休想从赵家 拿走一分钱 妈 我入罪赵家这么久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您就发发善心 救救瑶瑶吧 我求你了 好吗 行 我看着你可怜 给你一次机会 谢谢妈 谢谢妈 之前呀 我们赵家 跟九州商会有一笔单子 五十万的尾款 到现在还没收回来 你要是真有那本事 把那钱给我收回来 我可以考虑拿出二十万 就你们家那个见证 妈 你让林洁去要那笔烂账 不是把它往火坑里推吗 那我可不管 你也可以选择不去 我不逼你 我去 我去 妈 我一定帮你把这笔钱要回来 但是您答应我的事 怎么那么多废话 林洁 你真的打算去要九州商会 那笔烂账吗 事到如今 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入罪你们赵家一年多 从来没做过一件像样的事 这次我就当逼自己一把了 喝满了 快去休息吧 这儿应该就是九州商会了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找你们老板 李强 招门了吗 什么事 我是赵家的女婿林洁 之前你们李总和赵家有一个合作 还有五十万的围款没有接情 你要账呢 好说好说 你别说 走走走 行行 看好了 看什么看 老老实站着 这位小兄弟是 赵家的废无瑞婿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的 你 就是赵家的 废无瑞婿啊 外面都说 赵家的废无女婿胆小如水 活生生的就是个废 可依我看 你倒是挺有种的 居然敢一个人来我们九州商会 九州商会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 我有什么不敢的 哈哈哈哈 好 有种 老子欣赏 说吧 找我 什么事 哦 要账的 啊 据我所知 这笔钱已经欠了有一年多了 利息我就不说了 您把本金还了就行 这么说 我李强 还要占你的便宜啊 李总 你看您这么大个老板 五十万对于您来说也就是九牛一毛 您不会因为这点钱跟我斤斤计较吧 你错了 我还就喜欢斤斤计较 特别是在钱上 特别是在钱上 李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或者说 或者说 看看我这办公室 什么值钱 都可以拿走 难道你想赖账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敢这样跟我李强说话 李总 我知道这点钱对您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救命钱 我求求您 求求您把这钱给我 行吗 好 而且 我对于您来说 就是一个无名小卒 您算不上这点事 舍了您的名声吗 你小子挺会说话呀 行 那我就给你个证明的机会 证明这笔钱对你很重要 谢谢 我的钱不能让你白拿 这样 你把这杯开水 喝得一滴不剩 钱 我立马给你 不想喝 行 我喝 好 好 干的漂亮 哈哈哈哈 李总 钱该给我了吧 李总 说要我喝了 钱该给我了吧 钱 什么钱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呀 你他妈耍我 打他 老子就是耍你 他妈的一个废物上门女婿 也敢来九州商会要账 也不撒袍尿 照照自己 是个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整个江城 还没有人敢在我李强面前要钱 你别欺人太甚 告诉你 这个时代 就是弱肉强食 好嘞 小子 恭喜 得到老夫的传承 从今往后 你的人生 将彻底反转 传承 什么传承 我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难不成 是那个神秘人所传承的 让我变得这么强 废物追血 怎么会 你说的没错 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事情 既然道理讲 我只能用这个给说 我现在他妈不想跟你废话了 把钱 给老子交给你 快 不就是钱吗 钱松开 我让秘书 马上给你拿过来 告辞 慢着 哎呦 看来你今天是不想让我出这个门了 哼 看来你今天 不打算让我出这个门了 嗨 兄弟 你误会了 我 不是那个意思 别跟我耍花样 不然的话 别别 兄弟 其实呢 我有一事相求 你 求我 对 我想 求你 教教我 武功 我教你武功 你这俩这么牛逼的保镖 你怎么找我教你武功 那俩 那都是废物 确实是他妈废物 要不 你考虑考虑 收我这个徒弟吧 今天不行 教你武功的事 改日再说吧 我今天有事 师父再见 徒儿 在这等你啊